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他对开发游戏这种多人的协作有很大启发 行吧 那我们先招募什么英雄啊 但是程序员呢 这是我们的弱项 要有优先考虑 那程序员应该是什么样的 代码一日千航 bug 一秒三杀 语言全系精通 需求手到勤来 最后还有小小要求 开价不高 喂 是黄教卫对吗 我们这里仪式有个妄想症患者继续送医 这只是初步想法 不用报警吧 那你们说怎么办 还是用之前的方法 抽卡吧 又抽卡 全是N卡 抽个屁啊 你们已经是王国的英雄了 王国将免费提供一次顶级卡包 卡池里只有一张N卡 其他都是SSR和SR级别的稀有卡牌哦 真的假的啊 F狗表示怀疑哦 都说年轻人不要碰我20元啦 也要那么多老婆干嘛 像我从来就不花最欲望钱 小鲜鱼 你确定是免费的吗 是的 那赶紧的 跟我来 请打开这本魔法书 哇塞 真的只有一张N卡 这不我稳了 好 我开始抽啦 来个泳装进井 啊 刚刚这么多SSR呢 这段牌有问题吧 强烈要求独挡重抽 可以 但以后每抽一次需要一百万金币呢 轻 我们还是来看看新的队友吧 说好的泳装进井呢 哎哟喂 你看他 腰杆鼻挺 精神抖手 朝气蓬勃 正经程序学院哪有这么精神啊 还是回抽吧 这个属性时就很离谱啊 沟通为零是真实存在的吗 回抽吧 回抽吧 你别急 属性不能代表一切 让我来看看他的底库 这位勇士 欢迎来到烈进城堡啊 你这无法沟通的无口属性 不会是在扣死林克吧 哦 看你的打扮 你难道是阿萨姆兄弟会的 是 啊 原来是土豆国的刺客 试镜试镜 哎哟 今天是阿萨姆 那应该有丰富的BUG作战经验吧 敢问兄台 尊心大名 语 刺客的名字就是帅 会写代码吗 万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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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阿萨姆都会写代码 毕竟我们的敌人是BUG 哦 还有这种说法 那有对象吗 对象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Object A 等于New Object 括号 行行行 那就是没有了 有做过游戏吗 没有 这次响应我们的召唤是想做游戏了 是的 但是你好好的阿萨姆不当 怎么就想到来做游戏了 我已经离开兄弟会了 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程序员 呃 好的 等等 我们商量一下 哇操嘞 这是个刺客 不会是来学习制作组的吧 你的战斗力还怕暗杀吗 虽然身材走行了 但好歹也是大陆最强啊 但他没做过游戏啊 我本来是想找程序大佬carry我们的 一个没经验的新人 将我们两个程序门外汉 这不就地狱开局了吗 有差吗 本来选的就是地狱难度 要不我月老 借我一百万重抽吧 哼 休想 我已经全部冲到F狗里面了 与其在这纠结不如求助贤者吧 上次戴眼镜后 我觉得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缓了快一个月才重新开坑 被吹根了一路 这次又来 那是因为闲者化 涉及到了次元的身为变形 会消耗大量的魔力 大法师都撑不住多久 更何况你只是个战士 那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 我已经让魔法门的人 准备了一台 可以提供魔力的召唤设备 只要把眼镜装进设备 就能随时召唤了 难怪都是魔法门英雄无敌啊 还有小千云你太厉害了 设备已经在会议室了 我们去试试吧 好 不惧Bug的全职贤者回应我们的求职吧 我们要怎么挑选合适的程序员伙伴 嗯 你们怎么回事啊 就这样子把我召唤出来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贤者 我们要求助于你了 哇塞 都可以双向对话了 是啊 魔法门那帮人搞的设备 高科技吧 魔法门吗 那帮英雄确实无敌 好吧 我想用你们的召唤 我是游戏选者聂也俊 你们是不是虚众吧 我们在召唤程序员伙伴 但是我们要怎么挑选合适的程序员呢 想不到你们这帮门外汉还真的开始做游戏了 没错 游戏毕竟是软件 首先解决技术问题是正确的 我就把我所知的跟你们说一下吧 首先 第一点就是要热爱并玩过大量游戏 会编程的人不在少数 但并不是每个程序员都会玩游戏 而是从事其他程序工作 比如工具软件开发 网站前端后端等等 贸然的拉一个程序大神 但如果他本人并不做游戏 会给后期带来很多麻烦 不是编程语言对了就能做出来的吗 倒不是不能做 但是任何职业都讲究一个感觉 越是水平高 技能差距就越不明显 对所从事的东西是否敏感就越发重要 如果一个程序员没有玩过游戏 那团队在表达功能的时候就很难有效沟通 比如不能拿别的游戏当例子 快速检索出想要的效果 就是赵超的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算好不容易表达清楚了 也可能会在一些小细节上缺少灵性 这就是所谓的游戏感 比如我就见过某程序员在和设计师纠结 为什么一定要用WSAD来控制移动 其实这个要求不止程序员 应该是游戏团队里每一个成员的必备条件 至少是核心开发人员必备的条件 所以我们说玩游戏多的人不一定能做出好游戏 但能做出好游戏的人一定玩过很多游戏 这种游戏感所体验的差距不用从行业内外去找 光是在游戏业内就能看到 那就是老游戏和现在游戏的区别 在二三十年前游戏发展不成熟的年代 很多开发团队本身就缺乏游戏感 因此很容易做出反人类的操作体验 在游戏机上还比较好规范 一旦到了PC上 键盘上按键那么多 就很容易迷失约束 玩一个动作游戏巴不得动员键盘上所有的按键 甚至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功能放在小键盘上面 还没有较成 哈哈 我记得最早的《机甲战士》就是这样的 没错 这就是当时的游戏 还没有形成现在很多设计规范 这些规范就是游戏感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程序员的能力与项目的匹配 做游戏和玩游戏很像的一点是 都讲究制作组团队的心流状态 对程序员来说 要开发的游戏太难会打击其信心 而太简单又会缺少满足感 只有项目难度和程序员能力匹配 保持适当的挑战 程序员才能从中获得锻炼 并从中积累以后所需的经验 简单来说 就是越级打怪没有经验 不管是往高的越级还是往低的越级都不好的 从这点来看 那个阿萨姆虽然是新手 但也很适合你们第一次开发游戏的情况啊 哦 感情我抽到个N还是个运气好咯 第三 也最重要的 要选择对应的编程语言和引擎 这就需要团队提前制定好所需要的引擎 不同的引擎各自擅长不同的游戏类型 Unity适合制作2D游戏 或者体量不是特别大的3D游戏 哦 我们用的就是大革命引擎 为什么叫大革命呢 随便啦 而Unreal擅长精美的大型的3D游戏 Coco's Crater 适合做H5小游戏 虽然也有例外 但干嘛要做这个死呢 想当天有个游戏非要用指示盒做低人称的引擎 去开发第三人称追尾视角的射击游戏 结果就是开发主要带来了一场噩梦啊 嘿嘿 你不要又把这个游戏给说出来了 放心 我这次不会又点名这个游戏了 嗯 不对啊 这不是又点名了吗 而不同的引擎也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 虽然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共性 一个好的程式员总是能快速的掌握另一种语言 但仍然需要花费成本 所以不同项目可以使用不同的引擎 但至少在一个项目之内 换引擎和语言都是非常危险的 上次这么干的公司差点让我们见不到TIFA 好险好险 没有TIFA我怎么活呀 第四点是针对团队的 各种设计都要做好妥协和B计划 也要评估每个功能的难易度 放在立项初期就是对游戏大概的玩法有个规划 不要在招人的时候说要做个是个AVG游戏 结果给需求的时候却是个开放世界 第三人称机甲类射击游戏 喂 你这个例子也太具体了吧 难度相差就太大了 对程序员来说也是不匹配的 因此程序员并不是神 并不是任何功能都能实现 就像医生并不能治百病 画家并不能画出所有的画风 战士也不会使用所有武器一样 我可以啊 有时候策划觉得理所当然的功能 可能程序员就是无法实现 要么技术难度太高 要么设计逻辑上无法实现 呵呵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太傻逼了 我有团队真的犯吧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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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其实合同团队都会犯 很多团队越开发越想法越多 加入的机制就越多 最后成品远远超出了初期建立团队时的框架 团队受折磨就算了 最后游戏可能根本就完成不了 这种毛病我们王国那帮做网游的就经常犯了 最后就是合同要讲清楚代码的归属问题 不然商库跑路了 就算捉拿归案了也是互相扯皮 那就直接砍死呗 就算不考虑那么极端的情况 程序员离职后是否能带走代码 代码到底是归公司还是归程序员都要说清楚 当然是归公司了 程序员在公司电脑自己实验性质写的 并不针对项目的也没有在项目中使用代码又归谁呢 或者入职前写的代码 入职后给公司项目使用 离职后又归属哪一方呢 这都要说清楚啊 啊 这么复杂 你们小团队呢或许功能还不是很复杂 写出来的代码呢并不特殊 这种纠纷不明显 但未来团队大了还是需要未雨绸缪的 好 我要说了就说完了 我要去玩游戏了 你们不要打扰我 拜拜 按照闲者的说法 掌握对应的语言热爱游戏这两点最重要 其他就要看长期磨合了 是啊 让我们去问那个阿萨姆吧 呃 您好 先把修剑收起来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行 你掌握的是什么变成语言 西少姆的语言 嗯 跟我们决定使用的大革命引擎刚好符合啊 我们阿萨姆本来就和大革命渊源很深 哦 原来如此 那你喜欢玩游戏吗 我们阿萨姆是不允许玩游戏的 啊 这么惨 但我在交入兄弟会之前是个海盗 下海期间我玩了很多游戏 是吗 玩了什么说来听听 直接给你看我Steam的列表吧 哇塞 你也是个喜家一党嘛 都快赶上我的了 这么看这位小哥还是很适合的吧 但是这个沟通为零确实有点过于牛逼啊 何况还是个N卡 其实N卡也是可以培养成SSR的 说不定比原生SSR还厉害 哦 但是沟通为零这个能升级吗 二位 我不是不能交流 沉默寡言只是我刺客的职业病 别忘了我最擅长的就是各种语言 确实啊 之前有个佛罗伦少的画牢 做了刺客之后呢也开始装笔了 V道 你怎么看 试试呗 反正也没别的办法 嗯 好 说不定这就是缘分 欢迎加入我们 好 接下来就是美术和关卡设计了 这两个又怎么办啊 好 接下来就是美术和关卡设计了 更好 我也能直接装备 好 接下来就是美术和关卡设计了 有关卡设计的用户 就能让我盡击 那么有关卡设计 更好 Wong 这次是美术和关卡设计 我们在家里面 就不可以有关卡设计 看来就是美术和关卡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